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就是中国的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的问题。 最近又爆了一宗特大的新闻,就是有23个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就已经被检测出了事成阳性反应。 但是中共买通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结果他们接受了中国官方的谎言,认为这些选手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违禁药品,所以就决定这些选手可以继续比赛,甚至拿到了金牌。 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爆料,说这些药物呈阳性反应的运动员几乎是中国派去东京奥运会游泳选手的一半成员,而且有很多人也会参加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 法新社引述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运动员在2020年底,以及在2021年初中国国内一场运动会上进行药检释后,发现他们服用了违禁药,这种违禁药能够提升运动成绩,而且是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叫做曲美他琴,代号叫TMZ。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这些运动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所以他们是无心的。 路透社是这么说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星期六证实, 有关23个中国运动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违反纪要测试,呈阳性反应的报道,但是他们接受了中共的调查结果,说他们是无辜的。 纽约时报查阅了一系列相关的秘密文件和电邮,包括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撰写,并提交给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一份报告。 纽约时报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以及世界水上运动总会决定不采取行动,因为这个机构认定缺乏可信的证据去挑战中国方面的说法。 法新社曾经联络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想让他们就这件事评论一下,但是没有收到回应。 这个机构回应纽约时报查询,说WADA是在咨询了科学家,以及外部法律顾问之后做出不进一步追究的决定。 总而言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根据去挑战污染。 WADA主管科学和药物高级主任奥利维尔,拉宾认为中国没有问题。 世界水上运动总会向纽约时报证实,这些药物测试呈阳性个案已经经过了兴奋剂控制委员会的审查,也通过了独立专家的调查。 世界水上运动总会有信心认为,这些兴奋剂的阳性结果经历了禁职和专业,而且依据包括了他们世界反兴奋剂的准则,基本上全部都是合规的。 大家不用担心。 法新社说,现在还没有联络到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对此发表评论。 法新社曾经联络过中国永连,寻求对这件事的评论,但是对方当然是不会鸟塌。 报道指出,中国游泳队有一段非常不光彩的使用兴奋剂历史,特别是在90年代。 在1994年举办的广岛亚运会上,有7名选手要检之后呈阳性。 在1998年澳洲举行的游泳式竞赛,中国游手在入境的时候在行李中被发现了大量有的生长激素。 就是维基药在行李中被当场翻出。 还有就是,得到了三次奥运金牌的游泳选手孙杨,也是因为药减成阳性而被禁止比赛。 他在上诉被驳回之后,也被禁止参加东京奥运。 他的尿是紫色的,所以被人称为尿子羊。 我们可以大胆地告诉大家,中国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吃了兴奋剂,不然的话他们根本拿不到金牌。 所以,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选手根本就是嗤之以鼻。 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堂堂正正的比赛。 以前田径队有马家军,还有很多像跑步,游泳等需要爆发力的运动项目选手,全部都是吃了违禁药。 包括我们的110米跨栏的金牌得主也是吃了违禁药。 所以,最后没法圆场,只能假装脚痛,退出比赛。 其实,西方国家对于拿金牌并不执着。 不是被吓了,死命令要一定拿到。 他们不管是拿到了银牌还是铜牌都一样的开心。 但是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就很开心。 要感谢党。 但是,如果只拿到了银牌的话,就会像死全家一样。 很伤心。 那个脸比碳还要黑。 所谓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只会反映在外国的运动员身上。 在中国运动员身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因为他们是带着政治任务。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中国的体育跟苏联,跟东德,跟罗马尼亚一样。 罗马尼亚只是靠体操。 当然,他们也是吃了违纪药。 有的选手才12岁就已经要出场参加奥运会。 中国有参加奥运,也有参加亚运。 而且需保年龄,明明已经是16岁了。 他们就保14岁,故意在年龄方面造假。 还有就是,服用违纪药是国家行为。 由国家帮他们撰写一份报告。 而且很明显,就好像买通了世卫组织一样。 国际反兴奋组织也是收了中共大量的老毛头。 所以,在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在包庇中国的运动员。 当然,俄罗斯也是一样。 从苏联到俄罗斯都是认为要为国家争光。 所以,一定要拿到金牌。 这样,他们在服用违纪药方面就得到了国家的权利支持。 前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的用药专家被中国重金聘用。 请他们去指导中国人怎样用药。 那时候,著名的田径队马家军就说是吃了中药。 实际上是假的。 全部都是吃兴奋剂。 吃了兴奋剂之后,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爆发力。 有时候,比赛只是差那么几步,或者是只差个零点几秒而已。 这样,他们在吃了药之后就会变得厉害很多倍。 这当然是胜之不武。 以前中国队有很多项目,根本就不行。 当然,透过服用大量的违禁药,使得他们拿到很多金牌。 如果他们真的靠自己的实力的话,又能拿到多少金牌。 那美国有没有人吃违禁药? 曾经有,但是比例不多。 而且,那是个人行为。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 中国是国家行为。 你要为国争光。 要赛出好成绩来。 不要让国家失望等等。 这就使得中国整个国家都倾尽全国之力去造假。 去吃违禁药。 而且,为了隐瞒他们服用违禁药等各方面的东西。 又故意说成是食物不小心碰到什么的。 而他们的那些违禁药根本不会在任何食物中出现。 根本就是特意服用。 不可能不小心吃了什么食物就感染到。 很久以前香港有一个跑马的案例。 有一匹马叫做新权威。 据说也是被测出呈阳性反应。 当时那个马夫解释。 说他是吃了可乐糖。 里面有可乐的成分。 说是不小心让马给吃了。 可能是放在那里就被马吃了。 或者是丢下了几颗被马吃了。 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他喝了可乐。 导致体内有咖啡因。 所以对药碱呈阳性反应。 结果新权威当时被禁出赛。 那可乐会不会出现阳性反应? 是不是有兴奋剂成分? 可乐没错是有一点点。 但是绝对是低到了不可能在药碱的时候出现阳性反应。 而中国的生长激素。 或者是他们吃的禁药是需要花时间去清洗的。 就好像喝完酒之后要不断冲水。 这样就可以减少酒精的含量。 这样才可以在被交警要求测试的时候过关。 而中国在吃违禁要拿奥运金牌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但是在这么的多丑闻之下。 今年他们仍然会派出这批人去身家巴黎的奥运会。 我们也算准了他们会继续造假。 因为经济越是不紧。 他们就越是努力想做出一些假象。 用来欺骗人民。 所以有很多外国的运动员开始瞧不起中国运动员。 觉得他们所有的金牌都是靠使用肮脏手段得到的。 完全就是出老千。 完全就是胜之不无。 完全就是从心底鄙视他们。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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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